在今天白天 天气形态来说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北部的朋友会感觉到 温度真的蛮是冷嗖嗖的 而到了中南部地区呢 阳光虽露脸 但是海边的阵风仍然今天偏大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三个之最 第一个之最 当然看看今天清晨最冷的地方了 最冷的地方在淡水 清晨的温度应该说是凌晨的温度 只有11.9度 但是这个气温到了天亮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回升 因为冷空气的强度减弱了 而在今天中午最暖和的地方呢 是在南部的恒春 今天中午的高温25.9度 算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天气 但我刚刚说到 中南部的朋友会发现到 沿海的阵风偏大 今天呢最大的阵风 是在外岛的兰宇 有到达七级 明天白天气温要上升 但是后天温度又要再下降了 你目前看来 这个周休假期 北部地区会飘雨 过了桃圆以南 天气晴 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的时候高压快速的南下 带下来偏强的冷空气 可是呢到了今天的凌晨的时候 整个高压势力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我们的风向开始变成偏东风 所以呢东半部地区云量多 但北部还是受到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过了台中以南 阳光露脸 而在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比较偏凉 明天呢 明天的高压系统 东移之下 温度状况来说 再回升 所以呢 明天的北部的温度 会感觉起来 白天舒适 早晚凉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可是很快的 到了礼拜二的晚上 明天的晚上 深夜到后天清晨 华南地区的封面 又要再度接近了 礼拜三封面一通过 降雨只有在东北角地区 台北东边有点机会 因为水气并不多 而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的时候 气温回升 礼拜六 另外一个封面在清晨的时候 再度通过 小听您给您个提醒 要注意的是 现在春天系统变化非常的快 早晚的时候 都容易有误的状况 行车要注意 还有早晚的天气偏凉 穿着方面 注意保暖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